我叫马康华 我是台湾人 是来完成父亲的心愿的 马先生 我也是被老爸赶着出来的 百善孝为先啊 三哥们可都是大孝虎啊 兄弟 你怎么称我呢 我呀 我叫司马男 司马男 哎呦 不得了 跟司大林是一家子 瞎败了 我告诉你啊 我父姓司马 单字一个男 合在一起啊 就叫司马男 哎呦 开呀 开呀 司马兄弟 哥们儿 你和谁一家吧 我呀 我说来 吓你一大跳 吹吧 日照香炉生紫燕 腰看瀑布 逛前穿 你也是啊 李白 墨水不少啊你 各位各位 我叫李牧勺 是个养租专业户 顺义的 这北京啊 我还没出去过 这一路旅游啊 还望大家啊 是多多关照 回头啊 我请大家到我那儿 吃烤乳猪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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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一名军人 我叫新春生 这位是我的爱人 田小红 在做的诸位啊 你们的家人同事 亲戚朋友 同学战友 接力接放 相立相亲的 凡是要买保险的 找我啊 你放不放 哎呀 什么平安保险 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 车辆保险 财产保险 养老保险 等等等等 凡是找我买的 一律给优惠啊 俗话说得好啊 这远轻不如近铃 咱们既然啊 有缘坐在一个车上 这就叫缘分 你们说是不是啊 对对对 找我买保险的 能不给大家优惠吗 行了行了 我说你把这儿买 大妹子说得不错 我正盘算着 给咱们家的猪 买个保险呢 哎呦真的 那还有假的 我说你 哎 大哥 我给你好好说说 哎 哎 我是一名老兵 叫王婉男 婉男 您啊 一定在安徽 有战斗史吧 哦 参加过不少战斗 还死过三回呢 老英雄 司马南 向您 升线 谢谢 大家好 我叫王向东 这位老英雄呢 就是我的爷爷 我的父亲 也是一名军人 哎 哥们你呢 我是 军人的孙子 跟儿子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子 这次带你出来 是让你上课的 啊 好好学学 请不吝点赞 是我 哦 找我有事啊 出来一下吧 现在 有人给你请假 谁啊 放心 耽误不了你的事 别开玩笑了姐 等我忙完吧 我现在刚升上来 马上这样影响不好 半小时以后 我们在绿岛咖啡厅等你 你们 还有谁啊 你来了就知道了 小男后 该你们两个人做自我介绍了吧 大家好 我叫于洪婷 这个是我老公 叫袁也 我们是来度蜜月的 好 好 度蜜月 你干嘛 我还没储存呢 我该 完了 全程乱妈了 这是我辛辛苦苦一个星期做的把电 你是不是要害我 你电脑是中毒了吧 我关一下关不死的 我今天想干什么 我要度蜜月 我们不是在度蜜月吗 你在说你的电脑度蜜月 不要动 给我 都是你惹的活 我 要不是你过来掏街户 他能这样吗 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啊 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个星期的设计 恢复不了 你要包赔我的经济损失 你冷静一下 我没法冷静 介绍介绍介绍个屁啊 哎 哎哥们儿 你听好了啊 不叫介绍个屁 叫介绍个泥 你一小子说话 心里要有灯 嗯 啊 关你们俩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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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陈老佑啊 要冷静一点 不能激动 啊 现在怎么样 哎呀 哎呀 大家都冷静一点吧 出来比较吵什么架 本来就是出来玩 和谐一点好不好 啊 来 坐好 嗯 啊 对了 顺便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韩鹏宇 是北京某医院的大夫 哦 呃 大家出来旅游这些天 有什么头疼脑热的 可以来找我 哎 好好好 好 来 对不起爷爷姐 我来晚了 哎呀 哎 你们两个不用我介绍了吧 老同学 你还认识我吗 常兰 哈哈哈 来 老同学 好久不见 很高兴又见面了啊 走 哎呀 变漂亮了 怎么说呢 他以前很丑吗 嗯 他以前啊太沉默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是好看还是不好看 这孔雀开瓶也得挑时候 挑人选嘛 哈哈哈 哈哈哈 不好意思 啊 谢谢 不用谢 请慢用 老同学啊 我工作安排呢 多亏了你爸爸 请代我 向董事长表示感谢 这事我可管不着 你干嘛不直接上我们家去呢 我不好意思嘛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不是还有我吗 小剑啊 小剑啊真有福气 有那么好的同学 那当然了 同学同乡占有 那是人际关系三大法宝 无形资产呢 这么说 我成了你的资产了 哎呦 不敢当 不敢当 哈哈哈 我很荣幸成为你的资产 而且最好是不动产 啊 小剑 我喜欢你 哦 我去趟洗手间啊 你也别有压力 我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自然也要当你喜欢我了 我才可以 我有女朋友 我知道啊 可是你不是还没结婚吗 没结婚就代表 我还有机会 不是吗 亲爱的经理阁下 你是否愿意接受我这个职员呢 什么 我爸送我去英国读书 学的就是软件设计 所以我想和你一起共同开发 你不欢迎啊 我当然欢迎了 哎 对了老同学 嗯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啊 感谢董事长 对我的栽培和重用 让我做了软件开发部的经理 以后呢 我一定会尽心竭力 尽早地开发出更新的软件 为集团的发展 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嗯 哦 哦 哦 什么 我觉得你应该不止这些 那你还想象我怎么样 我觉得你应该成为中国的乔布斯 老同学 别开玩笑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 怎么不可能啊 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 而且你具备了所有成功的条件 你看你 年轻健康 聪明 才华横溢 还有上进心 最重要的是 你还有我 我愿意做你的铺路使子 老同学 谢谢你这么表扬我 那咱们下次再见面吧 好的 姐 拜拜 拜拜 哪天我让肖建去找你 再见 再见 开心吗 我脖子酸 你帮我捏捏 丑小鸭变天鹅了 他可比陈诺漂亮多了 什么审美啊 哪能这么比啊 无论从哪方面讲 陈诺都比长篮差远了 打住啊 咱们换个话题行不行啊 怎么 你不爱听啊 你不爱听我也要说 小姐 你说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事业 想当中国的比尔盖茨 梦想谁都有 可不是谁都能实现的 当今社会 能力是次要的 背景决定一切 什么当官的呀 有钱的呀 咱是什么 咱是普通老百姓 别说当比尔盖茨 就是要找一份像样的工作 你说 要是没有常总 咱行嘛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知道就好 知道就好 可你知道吗 你是怎么进集团的 又是怎么当上部门经理的 那是因为你弟 厉害 能干 出类拔萃 你呀 别臭美了 那都是长篮的功劳 他 怎么 常总就那么一个女儿 她把她当成掌上明珠 女儿的话她是言听计从 原来是这样 那你说 陈诺能帮你什么 这是两码事 发生在你身上的 就是一码事 姐 你那点少心思我还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想让我跟长篮好啊 对啊 有意见啊 两个字没戏 唉 那么说 你非得跟陈诺在一起不可了 我都长这么大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讨厌谁你不知道吗 我喜欢谁你不知道吗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 陈诺把你给甩了 编 继续编 我干嘛要编呢 这是她亲口跟我说的 我跟陈诺要是分手 这牛郎和织女早就分手了 你别那么自信啊 我是你亲姐 我能骗你吗 你说呢 我好心好意去看她妈 正好她也在家 她不但不领情 反而说要跟你分手 我当时听了都懵了 怎么说变就变呀 有那么做人的吗 你说什么 你见到她了 对啊 她亲口告诉你的 嗯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我的傻弟弟呀 你就别太死心眼了 怪不得她不见我的面 也不接我电话 人心叵测 小剑 咱要有志气 这样的女人 咱可不能要 听见没有 你听见没有啊 啊 你干嘛呢姐 我这开车呢 你别老跟我说话了 行不行啊 啊 好了好了 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这是我们副作家好菜 她说什么 姐姐 她讲的是法语 我来给你当翻译好吗 哦 哦 你好 先生 您怎么叫您 啊 啊 怎么 琪琪 她叫罗米欧 这哥们搬家了吗 搬家 从英国搬到法国去了 I'm an Englishman working in France 罗米欧是英国人 I'm a French magazine 他的中国名字叫罗米欧 他的爱情终贞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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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把中国的变化都拍下来 让所有的法国人来到中国 他还说他很喜欢中国的姑娘 他觉得中国的姑娘非常的漂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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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叫琪琪 啊 琪琪 啊 啊 啊 来 琪琪 来 琪琪摆个姿势 对 琪琪 耶 该我介绍了 这位是我们董事长 汇宝斋的董事长 我是他秘书 叫程笑笑 阿姨 您可真漂亮呀 是吗 是 你说呢 别 我可不愿意做 画一个人得罪一片人的傻子 我叫叶兆洪 是画画的 您就是叶先生啊 不敢的 我一直很喜欢您的画作 没想到 今天在这里 见到了您 真是无限荣幸哦 不敢当 不敢当 我们汇宝斋 一直有您的墨宝啊 那是我的荣幸啊 这是您的夫人 对 是的 她叫谭青 谭小姐 不敢当 您好 谭青 您有 您就是那个天天在电视上唱歌的歌唱家 谭青 对 我是谭青 唱了一些歌 真是您哪 您不知道啊 我老婆迷死您了 她爸爸每天都在电视上看着你唱歌呢 谢谢谢谢 不行不行 我必须马上给她打电话 让她赶快参加我们这个团来见见你这个真人 对不起李先生 电话您可以打 但是嫂子不能临时参加我们的团 为什么啊 旅行社对这方面是有严格规定的 没事我抱着她 这也是不允许的 那怎么办 这她要是知道了会疾风的 您看这样行不行 您给嫂子打个电话 跟她约在我们去的景点见个面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真是个好导游 走去走定了 咱这个旅游团啊 真的是特别的热闹 什么职业的朋友都有 那我们现在呢继续做自我介绍吧 好吗 后面的朋友 谁了 谁了 钱先生 您喝点水吧 不用了 谢谢 您是不是有点晕车呀 没有 我看您脸色不太好 我们这车上有大夫 您要是不舒服可以随时告诉我 没事 反正很快就要结束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说没事 很快就没事了 好 对 好 怎么了 我们 分手了 分手了 那 嘀咕啥呢 终于开车 有什么可嘀咕的 你们都看我干啥呀 好看哪 安心开车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 请不吝点赶紧回去 请不吝点赶紧回去 快点赶紧回去 可是你如果你把你 这回来 你 inside no me 小弟 咱们还是把你的 你可能还是不意 知道 一口 嘀咕开车 那我把你用劲 好 来 吃个橙子 谢谢维哥 道友 什么事啊 我这儿疼 哪儿不舒服 我哪儿都不舒服 那可能是坐久了 要不然您起来活动活动 你坐这儿去干吗 吃橙子呀 来 拿去吃去 碍眼了是吧 想说什么呢 魏大海 我可告诉你 狗急了也会咬人的 兔子急了也会跳墙的 我怎么发现你变成一婆妇呢 那你得问问你自己 我这叫惠音保卫站 电视上学的 我告诉你别胡闹啊 赶紧回去 安心开车 知道不 快乐 快乐是快乐是我们唯一的理由 人生刺激 人生刺激相伴相伴 相伴左右 走累了累了 你就会挥手 红豆 红豆 太美了 红豆 太美了 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故事 才刚开头 我爱你 说 你爱我什么 我爱你的一切 包括你的呼吸 再具体一点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我愿意盲目一辈子 做你的闪光 别让那青春 别让青春推荐 我肖剑发誓 这辈子 不管承诺 贫穷还是富有 健康或是疾病 我都在你身边 陪伴终生 天长地久 真的 好 肖剑快过来 有只小猫 猫 你看 特别可爱 你喜欢小猫啊 你不喜欢 我更喜欢老虎 猫就是小老虎 猫就是猫 猫就是猫 猫就是老虎 猫的力量小 体积也小 没有人会把它 当成老虎 但是你说 这只小猫 长到一百多公斤 重的时候 那它真的 就是一只老虎了 尽管它 还是一只小猫 可它的亲和力 和可爱呢 完全被它的震慑里所取代 无论谁 再也不敢把它 抱在被窝里睡觉 而是把它关在笼子里 用铁链锁住 这就是实力增强以后的结果 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 是靠实力说话的 怎么了 我的小天使 我说得不对吗 我在听你继续往下说 你在说一个很深刻的人生道理 你还没有想过 那麦为了 这个性能 儿子 你这一样 是 我个人 是 哪什么 是 我可遇到 这下 你 会有生命去爱你 有生命去保护你 为你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干嘛突然说得这么严肃啊 小剑 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我会永远爱你 大家手里都有这本旅游手册了吧 好 那我跟大家来说一说 我们这次的安徽深度金华游 我们这次的旅程呢 主要有三大板块 南有黄山 北有博州 中有河肥和桥湖 每一个板块呢 又都有若干的景点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行程 就由北向南 第一个板块就是以博州为重点的 新完北旅游区 博州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名城 轩人皇帝的孙子蒂库 就在这儿建立了国都 五千多年以来 这里涌现了无数星光灿烂的风流人物 让我敢数一数 一代君圣商汤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 思想家庄子 贵文帝曹丕 还有出口成章七步成诗的曹直 吴国大夫吴子虚 一代女教花木兰 还有大画家曹霸 大书寡家良衍 他们呀可都是出生在博州的 那么这里的旅游景点更是比比皆是 花戏楼 曹操的地下印兵道和宗族墓群 新寺君旧旨 还有老子的天进宫等等等等 真的是美不胜生 我们有个十天半个月都是逛不完的 但这一次呢我们只能是忍痛可爱了 只游览两个景点 那么我们的下一站呢就是花戏楼 好了走了走了 大家跟着我先往前走啊 好这边这边 都跟上 哎 该下车了 耳朵聋了你啊 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你不是来旅游的吗 我想游就游 我不想游就不游 王姐花 咱们俩在家已经说好了 能过呢咱俩就过 不能过咱就不过 好来好散 你说你又闹着幺蛾子干什么呀 喂大海呀喂大海 你以为我傻呀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这回死我也要死个命 明白俗话说得好 捉贼捉脏 捉奸捉说 我这回就是来抓你们现实的 你知道不 别死脚蛮缠了你 狗急了也会跳墙啊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哪 哑巴心里也会说话 你知道不 你一样哑巴 天底下就没有会说话的了 你才知道啊 我都忍了你十年了 哎呦我的妈呀 就好像这十多年 你多稀罕我似的 啊 你下不下车 不下不下我就不下 哼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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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 哎 哎 回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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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来到了花戏楼 花戏楼有三角 第一角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牌楼上的这些砖雕 这上面雕刻了琴鸟 野兽 还有栩栩如生的人物 现在我们来到这呢 第二角是在古城的木雕 上面雕刻满了三国的细纹 一共有六百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第三角呢 是我们看到的这根古旗杆 这上面就有盘龙 千鹤 旗杆 还有风铃 这个最特色的在哪呢 它大概有十六米高 而它的重量非常惊人 大概有两万四千斤 好 那我们现在拿到里头去 听听我们的大戏好不好 好 大姐 您说什么 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出去 我听不到 您大点声 出去 大兄弟 大兄弟 我 我是那个大运安徽的 快 他们在那呢 你帮忙找个人来 给我把门开开 我要出去 大姐 外面多冷啊 里面多暖和 我还想进去呢 我来旅游的不是待着的 旅游就是花钱找罪售 你管得着吗你 你 你快点叫他们去吧 好吧 我当回志愿者 谢谢啊 你快去快去 不用谢 我是快递 走走走 快点 快 李哥 李哥 我知道你是个明白人 只要你把这个保险买了 无论猪长个啥病闹个啥灾的 你就不用怕了 这单子上啊 都写的明明白白的 你看看 还有啥不放心的 我再跟你说说 弟妹 真有你的 你是怕 怕这倒嘴的肉再丢了是吧 李哥 你看 我咋能不信你呢 是吧 哎 要不咱们先把表格给填了啊 哎呀 弟妹 你闹得我心慌啊 哎呀 行了行了 你烦不烦呢 人家是来旅游的 哎呀 李哥 去 李哥等会儿 哥们儿 爷 你够棒的呀 啊 没 啊 是大学安徽旅行团的吗 啊 没错 您的车上现在锁着个人 您叫师傅啊 把车门打开好吗 啊 那个 那个打小琴的 哦 那是我们头 您能传个话吗 好 您别忘了啊 哎 好嘞 Can you uh Can you take my picture 啊 好 好 怎么还不来 哎 哎 程导佑 你没事吧 啊 头有点晕 啊 哎 这个是玛丽兰药片 它能起到控制病情的作用 一日三次一次一片 要记得服药啊 哦 哦 还有 我买了个体温计 你要坚持一早一晚测量体温 而且啊 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 回头告诉我 嗯 我记住了 嗯 就这么定了啊 啊 你生病了 您怎么知道 韩大夫 不是给你药了吗 啊 张教授 您真是个细心的人 这有什么可瞒的 给我看看 你吃的是什么药 哦 只是一般的消炎药 好 还怕我抢你药啊 那您看吧 就是这样的药片 玛丽兰 你 你怎么能吃这种药呢 没什么 只是消炎药 不 你没对我说实话 我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是强打着精神做导游的 陈诺 你不能再这么东奔西跑了 你知道吗 这是很危险的 正因为这样 我才瞒着所有的人 想完成这最后一次导游 我理解 庄教授 好 谢谢您的关心 承诺 如果你同意 从今天开始 咱俩住一个房间 好吗 大月安徽的成员快过来 我请大家吃西瓜 来来来来 快 吃西瓜太热了 吃西瓜解解渴 谭老师 谭老师来来吃西瓜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了 快吃吧 您太客气了 我给我老婆打电话了 她听了高兴的帮的老高 她说啥也来见你啊 是吗 那您让她来吧 那真是太好了 喜从天见吧 她要是见到你啊 绝对要疯要昏迷 你也太夸张了 你吃吧 你吃吧 好好好 谢谢 姐姐 不吃那个了 来 吃这个 来个大的 谢谢 姐姐吃 谢谢叔叔啊 不用 谢谢叔叔 大老家 来 接这口 谢谢 谢谢 老姑啊 你看见没有 这就是陕西陕西的药商 大概三百多年了 这建筑多好啊 太漂亮了 想这样的建筑 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司马 你们董事长在那盯着呢 不管他 帮我拍张照片吧 来 好 放这 我拿着 好 就拍这个 简直把我拍活了 你笛板好啊 你笛板好啊 这些花 当然了 你 天生丽质 司马 你才是个帅哥呢 吃西瓜吧 好 陈陈 来碗西瓜 用点品牌 谢谢维哥 来 吃吧 赶紧吃 特别甜 吃不上了 琪琪 快来吃我 喂大海 做人也太狠毒了 你把我一个人锁车上 你就跟个小妖 一起约会去 你当着 我跟你没完 我 默沙大哥 您看看这个 好 他这两个是一对 好 您看 这上面写的 天灵 电脑修好了 这还真有修电脑的 当然了 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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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别的事啊 这个 我想在车上把这个弄弄 你帮我把门开一下好吗 没问题 走吧 谢谢啊 谢谢 元宁 你给我回来 你瞎嚷嚷什么呀 我要度蜜月 咱们不是再度蜜月吗 要度蜜月的话 就要一起坐车 一起玩 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没有你的工作 没有你的电脑 你懂不懂啊你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看 这次度蜜月 我的工作损失很大 我得把我的损失 降到最小的程度 好吧 蜜月之前可以 蜜月之后也可以 就是蜜月之中不可以 你知不知道啊 你这么做的话 就是毁了我们的蜜月 就是毁了我的梦想和人生 蜜月 梦想和人生 不都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吗 对不对 亲爱的 你看你从小生活 在富裕的环境里 而我从来不用 你们家里的一分钱 我知道你家里人看不起我 所以我才要通过努力工作 向他们证明我 你需要证明的是你爱我 我更需要证明你没有嫁错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需要什么 你更不知道什么是我需要的 完蛋了 我要再不工作赚钱才完蛋了 又是钱 又是工作 你脑子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当然了 你出生在有钱人家 你当然不知道钱的重要性了 我要是为了钱的话 我早就跟小陈哥结婚了 什么 小陈哥 你又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 我 以后不许跟我提他的名字 记住 不许 海哥 我们走 别了 你看他 没事没事 怎么了 魏哥 怎么了 他让我把车门开开 可他媳妇不让 去吧 你媳妇不高兴了 走吧 快去吧 那 去了 你理他干什么 元人 你走得你别回来 真是一山容不下二虎啊 除非 一公和一母 你说什么呢你 走 算了算了 还真生气了 不用你管 我也是好意 那你刚才还让魏师傅跟他去啊